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波士顿地标番位park周边迎来重大改变 马州昨日遭受重大暴雨袭击 纽兰女子遭其丈夫谋杀 North End餐厅老板因汉勒威接枪击案被通缉 强力求奖金飙升至9亿美元 波士顿地标番位park周边迎来重大改变 近日波士顿规划和发展局董事会近日批准了名为番位角的耗资16亿美元的综合升级项目 将对番位park周边的街道进行全面的改造 该项目将由8座建筑组成 高度从2层到19层不等 具有多种用途 该开发项目将包括约73万平方英尺的实验室空间 5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空间和266个住宅单元 在这些住宅单元中 53个将被指定为经济使用房 此外 该项目旨在引入新的店面并升级周围的街道 本次改造的范围包括重大的公共空间改善 占地约5英亩 这包括沿泽西街的步行广场 在红二队比赛日期间将对车辆关闭 但在其他时间开放 此外 泽西街附近的一条服务小巷将被改造成一条步行街 以商店和餐馆为特色 批准的项目承诺振兴分威park地区 创造一个更加活力和包容性的社区空间 麻州昨日遭受重大暴雨袭击 麻州昨日遭遇了恶劣的天气 龙卷风在北布鲁克菲尔德登陆 强烈雷暴在多个地区造成了暴雨 据麻州紧急事务管理署称 上周日凌晨至下午三点 麻州大部分地区都已启动了龙卷风监视 上周日上午期间 有超过3300名客户断跌 到当天傍晚时分 已经有约1300处停跌 据报道 这场风暴对该州的农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超过75个农场受到了重创 例如康威的天人根农场 估计损失约为10万美元 此外还有数万美元的清理和维修费用 副州长金德里斯科尔最近访问了该农场 评估了风暴造成的损失 根据麻州气象局专家预测 预计该州西部未来一周内将持续面临暴雨风险 请各位居民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及预警 据波士顿政府官员称 上周六晚上 一名妇女在麻州牛顿的家中遭到丈夫的殴打后死亡 据悉 牛顿警方于当天晚上8点21分左右 对这起袭击事件做出个回应 发现了受重伤的Nancy 随即将其送往地方医院 根据最新的报告显示 Nancy因伤势过重去世 米德尔塞克斯地区检察官和牛顿警察局长 于昨日证实 来自牛顿的64岁理查德汉森 因杀害其妻子Nancy汉森 被指控犯有意图谋杀 殴打和使用威胁武器 殴打造成严重人身伤害的罪名 North End餐厅老板因汉乐威接枪击案被通缉 上周三 波士顿汉多威接发生枪击事件 导致现代高点店前窗受损 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波士顿警方目前正在搜捕54岁的帕特里克·门多萨 他是王子街莫尼卡餐厅的老板 他因在这起枪击案中嫌疑过大而被通缉 根据波士顿警察局发布的一份新闻稿 门多萨因袭击和谋杀被通缉 对门多萨的逮捕令已经发出 罪名包括袭击谋杀 使用危险武器袭击 非法持有枪支 非法持有弹药 在距离住宅500英尺内 开枪 以及恐吓证人 警方称门多萨身高 5英尺11英寸 体重160磅 头发乌黑 警方建议公众认为他有武器很危险 并督促任何遇到他的人立即拨打911 这一事件引起了关注 并加剧了社区的紧张局势 执法机构正在积极抓捕门多萨 并将其绳制依法 强力求奖金飙升至9亿美元 近日 由于强力求抽奖活动没有中奖者 投奖金额飙升至约9亿美元 据官方表示 强力求的累积奖金将不断增加 直到有人获胜为止 该游戏的赔率高达2.922亿分之一 旨在打造吸引更多玩家的大奖 去年最大的强力求投奖为20.4亿美元 上一次有人赢得强力求大奖是在4月19日 奖金接近2.53亿美元 此后在过去的37次抽奖中没有人获得过大奖 以上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成功教育致力于帮助 有致报考美国前50名大学的学生 完成自己的梦想 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成功教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